這是一個非常異常的標案 他沒有公開徵求 也沒有公開評選 所以在網路上招標的時候看不到 那這案子只有楊寶貞一個自然人去投標 而且他是用最低標132萬決標 那按照過去的經驗 不會有任何一個公務員 或任何一個政務官的局處長 敢採用這樣的招標方式 那這若坐實了 謝國良真的很尷尬 我是建議謝國良做事光明磊落 那楊寶貞這個案子應該是全台灣首例 只要寫一個價錢 任何自然人都可以投標 所以很顯然 這是一個先找到了楊寶貞 然後再招標的一個招標方式 那為寶寶這個標案有多特殊 根本就是為楊寶貞量身打造 這是一個非常異常的標案 他沒有公開徵求 也沒有公開評選 所以在網路上招標的時候看不到 那這案子只有楊寶貞一個自然人去投標 而且他是用最低標132萬決標 所以如果他有公開徵求公開評選 只要有人出131萬 楊寶貞就不會得標 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敢採用這樣的招標方式 限制性招標 限制投標人的條件 可是又不公開徵求 也不公開評選 通常就是對這個人啊 他在某一件事情上有特殊的成就 全台灣只有這一個人才敢開這樣的標 那按照過去的經驗 不會有任何一個公務員 或任何一個政務官的局處長 敢採用這樣的招標方式 那這若坐實了 謝國良真的很敢用這種方式 來付楊寶貞薪水 我是建議謝國良做事光明磊落 如果要用楊寶貞當城市的發言人 那你就直接聘他為你們市府的員工 沒有必要透過這樣子的一個方式 讓他領局處長的薪水 然後這個標案又沒有公開徵求 也沒有公開評選 還採取限制性招標 那人家覺得 你應該是先確定人選才開了這個標案 所以簡單來說這個標案 致死之後只有楊寶貞知道 然後也不對外公開 只有他等於是他自己可以去投這個標而已對不對 沒有錯 因為他沒有公開 所以不會有第二個想要投標的人知道 因為沒有公開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投標 什麼時候截止投標 然後呢 因為他是最低標 所以其實只要寫一個價錢 所以楊寶貞寫了132萬 他就得標了 那所以這個案子 去問所有的公務體系 沒有人會建議首長用這樣的一個招標方式 那楊寶貞這個案子應該是全台灣熟利 那個昨天謝國良的意思是說 說感謝副市長大力協助 所以是自己的標案還自己找人來 這個基隆市的副市長也表達過說 當然楊寶貞什麼他有協助 或者是他很支持他來做這個位置之類的 這個案子是去邀標的 就是去邀楊寶貞來投標 那你身為一個副市長 或者是謝國良身為一個市長 照道理 你們不會知道是誰來投標 而且這案子是用最低標決標 這案子沒有評選 也不用繳交任何的服務建議書 也不用繳交任何的文件 只要寫一個價錢 任何自然人都可以投標 所以很顯然這是一個先找到了楊寶貞 然後再招標的一個招標方式 謝謝囉 拜拜 現在可以幫我講一下 因為寶寶去基隆當大使 大使 政策大使 對 寶貞之前有傳出說他要去台中 然後來到這個基隆 但是我要覺得是說 寶貞算是民眾黨內算不錯的人才 即使要用到寶貞應該名正言順 你用一個所謂的代言人的方式 然後用所謂的標案的方式 去做這個人才的尋覓 中間這個標案有沒有違法的問題 另外一回事 但是對於寶貞來講 也是不公平的一件事 那你應該是譬如說他的資歷 也應該夠做局處長 為什麼不直接就任命他做局處長 你這個現在這個標案的金額 大概一個月十一萬 也是局處長的薪水 就民正言順讓寶寶來做這個 這個基隆市府的局處長 也可以為所謂的基隆的觀光行銷來發言 所以這一次謝國良 為了找這個楊寶貞 弄了一個標案 這樣的方式 到底是為了所謂的基隆市府的觀光行銷 還是為了謝國良本人的司法案件 跟罷免案件來發言 這個基隆市政府要說清楚講明白 根據你了解 可以清楚剛剛講到 因為當初寶寶是因為這個 特別有個關係本來是台中市 後來為什麼會選擇到基隆市 因為可能未來跟他的 松信地緣關係比較近 一方面是台中畢竟在中部 那所有的媒體關係還是在台北 那基隆離台北相對來講比較近 第二個就是謝國良也需要所謂 楊寶貞在上爭論節目幫他做 個人的上面的司法上面也好 跟罷免上面也好的相關的辯護 這些都有一些媒體的機會 那對於他未來想要選松信選區來講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但是我還是要講說還是名正言順 不要用代言人的方式 基隆市政府請楊寶貞來擔任 2024的基隆政策推廣大使 軍醫法制程序進行 那楊寶貞他擔任過廣播節目的主持人 也擔任過政黨的發言人 那經營攝取媒體非常有成效 他在臉書跟IG的聲量也都好 非常會操作社群媒體 那特別是我們基隆即將要成立兒少處 相信他的到來會協助基隆在兒少 附幼相關政策上面 提供我們最堅強的一個宣傳的保障 那至於有關於協助基隆市政府的工作內容 包含但不限於說 每個月至少會出席市場活動 還有廣告拍攝 還有市政建設活動的數位行銷等等 那這些契約所訂的價金 都是推廣大使他要取得活動成果之後 而且經過市府與各相關業務單位的審核 才能夠核銷相關的契約報酬 而不是外傳的所謂的月薪制度 所以這個招標過程都是合法性 一切合法 招標過程一切合法 是依照中央機關為達公告金額 採購招標辦法第二條第一項第二款 以及政府採購法第十八條第四項 我們沒有經過公告程序 那邀請雅寶貞小姐來投標議價 一切合法 然後的話會在政策推廣的部分 那當然未來在基隆市府 可能有其他的一些任務的交辦的話 我也會來進行一個配合 請請請問一下 因為剛才康文哲是前市長 他是說你是用應徵的方式 那是誰簽證 或是誰向你招手 然後你來到這邊 因為有傳出是台中跟台北的市府 其實都有交付對不對 那另外是2026大家還是很關注 就是有沒有可能選基隆或是台中 他是不是回到中興去 嗯 其實藍營的其他市府 的確也有找過我 對 那也很感謝大家就是 就是願意給這個機會 那當然其實基隆這邊的話 也是因為這個 就府方這邊可能也有一些相關 就想說來接洽一下 然後我們也雙方有做一個接觸 然後來進行討論 那最後我是覺得 基隆是一個 我就覺得打造友愛城市這件事情 真的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 因為其實過往我都覺得 在政治圈太多太多的肅殺之氣了 所以如果真的在市政方面 然後甚至可能在一個城市的宣傳方面 我們可以散播更多的愛跟溫暖的話 其實這是我非常非常希望看到的事情 所以我也最後決定來到基隆這邊 來進行一個合作 那至於說是不是未來選議員的話 我覺得現在可能距離選舉期間 其實都還有一段時間 所以可能現在談都有點過早 那我現在現階段就會先把 基隆的這個政策推廣的部分 先把它做好全力以赴